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家园系统还可以再加点东西 尤其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互动 这首曲子怎么样 萧先生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的话呀 想法成出了写报告给我 夫人为何要我 在下又讨回公道 你真的是第一次谈恋爱啊 那你也太熟练了 看到你就无视自通了 下午还去吗 不去 实习生又没有工资 周末我要休息 那你看家吧 别去小蕾那儿了 让我看家 这里又不是我家 庚宁 灵兽系统的新鲜玩法 对啊 对啊 好多天没喂我的小老虎了 对不起 最近太忙了都把你给忘了 不过大神的老虎 应该也好久没喂了吧 我去收购点食物 你就留在这乖乖看家 不要乱跑哦 这句话怎么有点耳熟啊 那你看家吧 别去小林那儿了 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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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梦你上线了 蜜蜜 你也在 好巧啊 好久没看到你了 蝶梦 工作太忙了 我以为你还说蝶梦 你自己也好久不来了 好吧 我也是工作太忙了 我最近在实习呢 看来就我是仙人 难得咱们三个能聚在一起 一起去下个副本怎么样 好啊 好啊 我好久没完了 操作可能有点生疏了 没事 那先来个难度一般的热热声 反正有微微在 肯定能过了 一 三 三 二 三 小心 两个月没来 我竟然连贝斯都不会打了 我去蝶梦那儿修下装备 蝶梦帮主最近心情不好呢 怎么了 可能刚刚回到邦里不习惯吧 这两个月邦里的老人走了不少 来了很多新人 都把小语夭夭当神似的 好多人都不认识蝶梦帮主啊 占天下 没把帮主的位子还给他啊 没有 而且现在蝶梦帮主的等级修为 也都没有占天下高了 小语卿卿也还在邦里 这个女人真是讨厌 要不是舍不得帮派 我早就走了 蝶梦和占天下 蝶梦和占天下 我好了 我问过蝶梦帮主 他说他前阵子生病 占天下一直照顾他 他就心软了 不说了 蝶梦回来了 还打吗 算了 我这边网络也不太好 老是调线 我们作者聊聊天吧 薇薇 你刚刚说你在实习 在哪里实习啊 在帝都 你好认真啊 暑假还跑回学校实习 算是吧 薇薇 你在帝都 你现在有空吗 不如出来一起喝个下午茶吧 去吧 去吧 真羡慕你们在一个城市 要是我也在帝都就好了 好啊 那我们在哪里见呢 你是不是在学院去 是啊 学院路那边有家叫 褶梦的咖啡厅 我们约在那儿好吗 我去看 好啊 我穿茉莉色长裙 白色上衣 手机号码是196 薇薇 我 大神 大神 你就不能用正常的聊天工具吗 这样方便 这很吓人 好不好 忽然想起来 秦喜家的别墅空着 他家有游泳池 要不要去游泳 我觉得夫人有必要强身见底 游泳 话说 肖娜游泳比篮球更强 也不知道游泳比赛是什么样子的 要 你会游泳吗 不会啊 但我会旁观 对了 一会儿我要跟蝶梦见个面 蝶梦 蝶梦未信 是啊 他约我见面聊天 就在学院路那个叫Ride的咖啡厅 喝个下午茶 不会很久的 到时候 我直接见你去游泳 对了 你把我的泳衣带上 在卧室衣橱下面 游泳 薇薇 薇薇 知道了